来访张星成吧 哎呦 你就在这儿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突然一下从天上掉下来 好吧 我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至今为止 你最匪夷所思的一些画面是什么 最匪夷所思的画面 你要现在问我 我肯定就是觉得 就我被唐人姐刺的那一下 我真的是出乎一辆 那一下我都看到你的眼神是一种 不敢相信是吧 对 当时我这反应 就问为什么 你看我回看的时候 他之前一直都在怀疑的是你 他没有怀疑太多人 他觉得你是心思缜密的人 而且你本来演技也很好 所以他判你 对吧 但他自我那一下 我觉得难道他真的是坏人吗 就是我都内心动摇了一下 动摇了一下 那如果你和我身份互换的话 你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感受一下 开眼镜会是什么感觉 今天找一个时间 我们去玩吧 哎呀 那说定了 哈哈哈 没事我还是在底下看吧 就肯定要上来就直接从下面走上来 那多少 我买走上来变安保狼了 不会不可能 哈哈哈 那如果有机会回到录制中的某一天 你想回到哪一天 其实就那些我感觉你们 就是节奏好像还挺慢的 就是我们就在一起就开始做饭了 嗯 然后大家就真的一上午就在做饭 对 所以有那个时间大家就开始非常好的去了解和相处了 我们来点菜 那我就要准备做 我拿点香菇咯 哇 好好闻 我搞一个可乐鸡翅 油管都搓在这儿 哈哈哈哈 你要搞个鱼吗 我蒸小鱼 好 这回我动真得了啊 我跟你讲 好 那是啥呀 雪菜炖豆腐 东北名菜呀 哇哦 哎他这个做的挺绝啊 可以哈 如果要再来一次的话 我觉得得感受一下就是 方伴的一个感觉 嗯 就回到厨房里面 大家感觉还 还真的是蛮好的 就各自做各自的菜 你也把你的拿手菜做一做什么的 对吧 对对对 如果机会 想不想尝试一下演喜剧 其实我挺喜欢演喜剧的 我真的没有没有看过你演喜剧 对因为喜剧特别讲究节奏感 我觉得演喜剧有种像拼鸡木的那种感觉 啊 对对对 你每一个节奏都要稳 你如果不稳的话呢 它就会垮掉 对 然后如果你那节奏你扣的特别好 你会有成就感 我觉得还是蛮期待你的 因为你你你都是比较 要么就比较正的哈 要么你比较机灵的那种 其实玩一玩喜剧很好 像我这种都可以去 讲个什么脱口秀 那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朋友 你想拿更多 也拿不出来 这么难听的话 唱出来 果然好听多了 但我觉得讲脱口秀 会有点紧张吗 应该 啊是吧 那那下一季的第一期 就是你来讲 我真的是有点高兴 那就既然说到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也快结束了 你觉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 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次的客栈之旅 我觉得就是比我想象中的 要更加充实 嗯 因为我也很少上 就常驻类的综艺嘛 嗯 我觉得这次 就跟大家一块玩 还是挺开心的 嗯 因为我平时我社交范围圈很小 就是在组里 跟谁认识了就认识了 但是这块的话 我觉得一下 大家就是在一块 我觉得气场还挺融合的 嗯 然后每天也都挺放松的 我就觉得挺开心的 我也是 我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啊 也没有也没有打 其实 还没打吗 你那个枪在那吃 在那吃我 伞都不拿下来 怎么会 但是我觉得非常 我也觉得很开心 我们继续开心 嗯 采访一下咖啡 姐 哈喽 今天早上杰哥采访我的时候 她就拿了吉他 我 是吗 对 你现在也拿吉 他接上了 你要把吉他拿上吗 半纲 可以 半个� 採访你几个小问题 到目前为止 你就会让你匪夷所思 或者说 那你出乎意料的一串间是什么 就是咱们刚刚一直聊的那一期上期节目 最飞 就是小宋最后是卧底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玩的时候 包括你跟我跟杨帝哥 我们第一个拍摄的就是他 然后我们就一直抱着这个思路玩着 结果就没想到他是坏人 对 其实我觉得那把其实我们有可能赢 真的有可能赢 我们 其实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因为他是好人 但我们就特别盲目地相信了他 看来目前为止 让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期 对 因为这期确实跟平时以往的不太一样 一个好玩 带着心跳 对 那你如果你要是和我身份互换的话 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我想去接个什么音乐剧演出那种的 音乐剧演出 对 因为你不是唱跳都很厉害 我看过你那批一大戏的视频 我最喜欢看那个 偏欢乐一点的吧 又唱又跳的 我觉得那个舞台张力反正给我的冲击力感觉挺大 我自己比较爱看白老汇的那些音乐剧的 但是我的跳舞方面就是因为它好多 就是猫啊 然后有一个那个《Legally born》 还有一个《Sister act》 是 好容易喜欢音乐剧都喜欢你这种歌舞的感觉 对 确实挺爽的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回到录制的某一天 你最想回到哪一天 那就回到 就是反正刚开始录了几期的 因为第一期第二期跟大家就没那么完全打开自己就有点拘谨 带着现在的记忆我可以再来一次 不在现在的记忆那还是从头来 就如果你觉得你要骗一个人的话 你觉得客栈里谁最好骗 那肯定是唐桑姐做 对 大家都非常同意的答案 他太好骗了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说杰哥是卧底的时候 唐桑姐那个真诚已经让我觉得是我错怪杰哥了当时 对 他还问我 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让我相信你 我说 我说了你就会相加的事的 对 我觉得 好吧 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 所有人就是要弄杰哥的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挡在前面 不让 那我掩护他吗 这么 这么 就这么明显吧 他就这么笃定 对 对吧 还很笃定自己 十二期以来 你觉得客栈家族里的谁的造型 最让你的经验 大家的动漫那一期的造型 都还挺让我经验 因为没有见过那样的大家 突破挺大的 对 我觉得最让我经验的应该就是迪哥 迪哥很多造型 他这边都不是他 那个牺牲很大 从来没见过这么人形的鸟 对 人形的鸟 太好笑了 一句话 总结一下 就是这段客栈之旅 是一次很新奇 而且挑战很多的体验吧 挑战很没 挑战在哪 挑战在就没有在那么多当生式的朋友面前 表演啊 跳舞啊 唱歌啊 然后做那个小品啊 就sketch那种的 然后qpt说我做了一什么客栈演讲 好奇一个动漫的角色没有我 你是吗 我都是属于在人堆里面让我来的 我就那种算了算了 然后就看别人玩 就比如说像一队长辈 然后突然说 哎 你就学表演了 那你一句话六个情绪你来演一下 我都觉得我可能就是迈不出去那一步 因为我是真逼到那份上去了 你还是得做 因为大家都有六种情绪表演了 所以就还是得弄 但我感觉就是你比较自然 就不是说那种特别尴尬 会特别明显的 但我因为这一拍提前紧张了很久 我特别害怕在这种表演的环节 你有很多新奇的体验 而成新称 不是 我平时我都不会干这种事 对吧 你跳舞 唱歌 讲英文 养戏 你也酷死了别人吗 酷死了 然后就是 我其实我最紧张的 就是一上来就是打电话的那个 那个你在紧张 对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如果在戏的状态里面 你说要是去演干嘛 你是知道这是假的 对 但你在现实中 你要真模仿一个人的时候 你其实是有点 有点尴尬 对 你怕别人不配合 但现在就是好像也比较坦然了 对 练就了一种尴尬也没关系的本事 对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对 现在这个问题的下一棒就交给你了 接力到我 对 行 我去下一个我去采访大妖姐了 走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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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